把那个全形的取代成半形的 OK 所以这个地方分隔符号我们用半形的 那不过 网络上的豆点是全形的 所以你把它取代嘛 Ctrl加 CtrlH取代 全形改半形 然后这不就一个字串吗 反正你就找一篇文章中间有有有一个豆点 取代成半形 然后呢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 先放到 你们开一个类别 那类别名称就是 Java的那个JVD203 然后按右键 内容把它放在argument里面 也就是我们将来要把它 如果没有配置你就新增一个配置 在里面的话把这个 argument里面就放刚刚的这个东西 那里面就是表示我将来要切的话就是这边一个 然后第2个 第3个 第4个反正就是切出来 有4个东西 好那 第1个是传递参数 所以argument就可以 接收到了 接收到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要丢给一个 字串变数去储存 然后再把它切 所以首先的话我们这个地方 我先就要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类似这样执行起来 然后他接收到了并且把它切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总共有5个 总共自串 因为有4个斗点 所以切出来的话 就有一段两段三段四段 所以切出来之后看就是 但远东不应犯错有错一定改 所以切出前面的话要加上1234也是等于回圈 好那我们怎么做首先的话第1个 先判断好那判断这个可以先先跳过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那2的部分就说将参数传给 这个Stream 1 那Stream 1是一个 一个字串的变数 那 那我们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Arc 0 实际上因为Arc是一个什么 一个阵列 那阵列里面的第0个实际上就是 第1个参数 因为我们只有1个 中间没有空白 OK 就把这个结果丢给他 丢给他存 再来怎么切呢 利用 这边要先宣告一个什么 宣告一个阵列 然后呢 把这个 变数放过来 后面加一个方法 因为他是一个字串 点 Sprits 那Sprits后面的话呢就刮户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就是豆点 所以呢直接把豆点放进